有跨欄王子美名的田徑男子 400公尺跨欄國手陳傑 在日程落幕的模擬東京奧運對抗賽當中 以50秒61的成績摘下金牌 調整狀況都在預期進度內 目標是在12月的全國田徑錦標賽當中 盡全力爭取夾擊 其實模擬賽我自己個人感覺狀況還不錯 當然說還有很多地方需要來修正跟調整 那接下來的重點會放在 就是12月初這個全國田徑錦標賽 因為他12月開始的這個恢復這個奧運積分 那這場比賽又是我們國內最高層級的賽事 對有聽說有B級 所以就是為了這個明年奧運積分來繼續做這個爭取 在國際田徑總會與4月冻結奧運積分之前 世界排名第21名的成傑 幾乎笃定可以靠著積分進軍東京奧運 但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 奧運確定延期的情況下 國際田總直到12月才會重新計算奧運積分 對此更加小心安排訓練以及賽程的成傑 也將在9月便提早進入冬季訓練期 也不會跟隨中華田徑代表隊 近期一系列的離島移訓行程 目前近期是沒有 因為有考慮到說 在外的這個飲食 還有這些疫情的狀況 所以有跟教練說 目前還是先暫時先待在這個國訓中心 暗部就班底依照自己所安排的進度調整 除了基本的體能狀態之外 如何更加精進跨欄技術細節 也會是承接近期訓練的目標 期盼等到賽季正式重啟時 自己便能夠處在最佳狀態 YT新聞採訪報導